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学秘籍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 就是说,谁谁谁命好 言语之间流露着羡慕之情 人或在世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命好的人 有的人辛辛苦苦 努力奋斗半生却一无所获 但有的人却能够抓准时机 以无为成就有为 《道德经》命好福身的人 往往有三个特征 你中了吗? 一,缠得住气 《道德经》中说 生而不有,为而不是 功成而不拘 这句话就是教人沉得住气 有时候成功与失败往往在一线之间 做人要沉得住气 不要意气用事 争一时小利 生活中沉不住气的人大有人在 遇事慌慌张张 做事忙忙躁躁 最后什么事都干不好 遇到烦躁或不顺心的事 不妨静下心沉住气 相信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二,《做人简单》 《道德经》中说 无色令人目盲 五一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想得越多越算计 反而越为生活所累 总之有得必有失 因此圣人重在心灵的感悟 不须追求表面的奢华 所以为人处事 要懂得取与舍的关系 得到这一方面 必然失去另一方面 做人还是越简单越好 简单的人想得事少 对待一件事 一个人要专心 不会怪弯弯绕绕 三,《有始有终》 《道德经》中说 甚中如始则物败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做事就要有好的开头 也要有好的结尾 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不仅是善于做事 更善于把事情做成 一个有始有终的人 往往是自律的人 这样的人何愁干好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散 füllt